等一下就是会分成几个 第一个先抓一个 用什么? 用那个query table 也许后面我们再把它改成XML XML,HTTP看看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再把它改成P次 可是P次需要有个清单 那我先demo一下 那这个地方第一个就是 我们假设这边有这么多个 总共应该30几个 不过因为时间关系 我先把中间切开来 那类似像这样 比如下载的时候最好有个进度 下载的一个状态 那不过因为那个Yahoo最近 那个流量越来越慢 所以光跑一个你会发现 光下载一个水泥类鼓 你看就大概等好几秒 不过我们其实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用XML,HTTP看会比较快一点点 否则的话这个光跑完 可能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那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 类似有进度状态条 可以让它一个 那这个逻辑就是这样 我们有个清单 只要跑一个就新增一个工作表 把资料下载到那边去 其实跟前面的资料查那个筛选 批示筛选很类似 批示筛选也是新增一个工作表 把查询东西贴过来 那这边的话是新增工作表 怎么样把资料从网路上抓起来 放在那个工作表 再换下一个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其实差别只有在那个 一个是从我们自己本身捞过去的 一个是从网路上捞到这边来 其他大概逻辑上差不多 OK跑完了 因为我只有跑五个 如果它跑三十四个的话 它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后来这个做完之后 切每个都有了 那它颜色自己可以再加上去 我是把它简单一点 后来有同学说 老师可不可以我不要 把所有的分开来 那可不可以把下载的时候变成单一个 其实也可以 下载完之后 水泥让它跑到最下面一列 加一列 再把后面的加在下面 这边不要分那么多的工作表 其实做法上差不多 我想这个大概先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的课程流程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先去下载那个 比如说假设 我希望把水泥下 因为你要先下载全部 必须至少要能够下载一个 利用这一个去改 如果你一个都下载不下来的话 那后面就不用说了 所以第一个如果先下载一个 下载的方法 因为你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到这个网站 把这个网址把它复制一下 那之前我会教会 第一个单位一定 我们用第一招 Excel里面的内建功能 下载的方法不外乎就是 但你先demo一下 先彩排 再利用录制聚集的方法 把你要的东西把它录下来 这样子就录一个之后呢 之后就可以批次了 反正一直呼叫 更改那个网址就好了 反正一直可以跑 那我们也要从微博 贴上 把这个贴上 倒一下 那特别注意 我讲过就是 因为它这个叫 query table query是查询 table就是帮你找到什么 有table的地方 会帮你拔用这个 箭头帮你指向 所以意思就是 如果你的网页里面 有table标签 其实关键就是table标签 那它就会自动帮你在 这个上面会多一个像这样子 那比如说我要抓的是这一个 你就把它点一下 打勾了 按汇入 但是你会发现 汇入的时候呢 会有个问题 它会汇入失败 会汇入失败 后来呢 其实我在最早之前 我有教同学是 如果你要破解的话 可能你就是要把那个 IE浏览器里面的JavaScript 关掉 关掉之后呢 再下载就成功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 这个里面的那个 这个东西 实际上就是把IE浏览器牵进来 那如果你把那个 加弹器关掉的话 它的破解 就是那个 那个宝物就消失了 不过后来我发现 这个方法太麻烦了 后来又改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就是你录制完 你刚刚做的动作 录完之后 假设啊 因为录制 我想这个比较简单 所以待会的话 警队 自己再录制一下聚齐 比如说插入一个模组 录完聚齐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假设已经录好了 录好名称的话呢 叫做股市下载 看一下应该是 跟这样应该是上面 假设我们录制聚齐这里 我录制的名称叫股市下载 然后就开始录制 就跑 反正那些情境 自己应该可以 反正都一样 所以请各位自己再试一下 那假如我已经录好了 不过特别注意哦 你录完之后的话 你录完之后呢 特别注意哦 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这个地方 web table 有没有 他录完特别注意哦 很有趣耶 他录完我记得好像是8还是 有点忘记了 你们等一下录录看看 他的web table是8还是多少 还是10 有点忘记 我试一下 他如果这个web table的位置 不对的话 那如果你把它执行看看 我把它执行看看 这个好像是抓那个水泥的 好 如果你这个数字 他预示好像给你8 8的话呢 反而会抓到他上面那个 那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你就把数字再加1就可以了 因为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我看 奇怪 这个下载下来的东西 怎么好像似曾相似 原来是在那个水泥 类鼓的上面这边 这边会有一个 什么什么下载资料 资料 我会看看 这好像是下载到上面的 所以我就把web table加了1 变9 再试一次 发现呢 奇怪 8也可以 还是10 我有点忘记 就是 录下来的东西 他就会没办法抓到 可是如果说你把那个数字改变之后的话 他这个数字 看下原来是 是下面的东西吧 我看 好像是下载到下面还是上面的东西 所以我就把这个数字稍微改动 改成9 对 没错 原来是10 那我把它改成9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把这个数字 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web table 改成9之后 下载之后的话 发现就成功了 那另外的话 因为下载下来的东西里面 A栏 我不要 所以我把A栏给删掉 那A栏怎么删呢 colums 你可以这边写1 D栏 或者你用A帽 A也可以 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最后在栏宽自动调整 把油胶放回到A 就完成了 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第一个 我们利用录制聚集的方式 把资料下载下来 不过这个时候呢 只有一个水泥类骨 那如果我希望呢 把那个亚株股市里面 所有的资料 通通都下载下来的话 那当然我会需要一个 一个清单嘛 那这个清单呢 如何配合刚刚的那个 录下来的存识 其实道理差不多 待会再来看 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 录制聚集的部分 再乱一下哦